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嗨 大家好 我是Tony 哇 我告訴你今天我來這裡不得了 我大概八百年沒有來到這邊了 台北火車站 今天來這裡是有目的的 沒錯 可以看到我身後 這個就是非常知名的一家飲料店 其實我也是之前 常常聽到這家飲料店 可是從來沒有來過 因為八百年沒有來台北火車站 哈哈哈 今天是因為有一個很重要的聯名 就是皇室兄弟啦 來偷看一下稿子有沒有 然後待會他們就會出現 那聽說這兩個飲料都很好喝 就是兄弟一人推出一個 我還蠻期待的耶 然後因為現在疫情比較嚴重一點 我現在是遠離人群 他有辦法把我的口罩拿下來 不然等一下就是 進入人群之中的時候 我的口罩就要戴起來 大家就看不到我的臉了 呵呵呵 我們先偷看一下現在店家的情形是怎樣 哈囉 我們又見面了 沒有 先幾天麻辣鍋今天來喝一杯 真的 沒錯 那你選哪一個 我各一杯 可以 好 沒問題 好 等一下拿給你 好 先你私信而已 你私信 先拿一杯 今天要二十五杯 如果你今天外面只能買一杯 哇 剛剛已經給我完飲料了 然後呢 現在就在等製作當中 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人 哇 這是第一位為人 耶 我的飲料好了 耶 我的飲料好了 耶 我拿到飲料了 但是呢 因為今天人實在太多了 我也不知道到底可以去哪裡喝 哈哈 好像只能在路邊喝耶 我的天啊 耶 我已經找到一個舒服的角落 然後可以試喝了 這兩杯呢 其實一杯是冰的 然後一杯是溫熱飲 那這個叫做法蓬烤布雷 然後據說是咯咯咯咯 對 西拉烘茶 然後還有這個鮮奶 哇 特級鮮乳融合而成 上面它是有一層薄薄的 就是真的那種烤布雷的那個焦糖 然後呢 這個它就是日式的抹茶 然後是鹿兒島煎茶 還有靜鋼火茶 那當然也是一樣是有鮮乳在裡面啦 有奶蓋 然後上面會就是 帶有鹹鹹的口味 然後再灑上這個烘焙過的玄米粒 非常的有姿勢風情 讓我們現在不用出國 也能喝到異國風味 據說這個是這個小蓋子 然後把它摳開之後呢 它就可以直接喝了 先來試喝發泵烤布雷 因為它是冰的 其實我自己本身還蠻喜歡冰飲品的 對 所以想要先喝喝看 好好吃喔 然後呢 裡面下面也就是會有這個布丁 所以就拿吸管 欸 好喝欸 我覺得超好喝的 接下來要試喝的就是這個 抹茶 是微微的抹茶 然後它是比較偏溫熱飲的部分 嗯 嗯 好舒服喔 就像最近其實天氣就是真的很冷 那它也不會太甜 喝起來非常的舒服 嗯 也有喝到鹹鹹的奶蓋跟玄米粒 好喝好喝好喝 耶 遇到熟人了 遇到熟人了 有 有 拍完 我喜歡哪一個 如果以溫度來說的話 我喜歡 霸凍跑步雷 我喜歡 我喜歡哪一個 我喜歡哪一個 火茶嗎 耶 可以 嗨 耶 大家好 我們不見 你喝了嗎 喝了喝了 好喝 你喜歡哪一個 我喜歡 因為我真的喝抹茶 因為抹茶厲害 很好喝 真的 我大家喜歡喝 我問一下你們喜歡哪一個 剛剛你們沒喝 好喝喔 我很期待烤不雷 烤不雷好喝 烤不雷好喝 耶 回到家了 剛剛在那邊喝是因為我想說 這種一定要趁新鮮的時候 趕快品嘗 就是比較準確 因為像熱的飲料 如果從北車然後拿回家的話 早就冷掉了 喝起來就不準了 所以我覺得就是第一時間 拿到飲料就要趕快喝 路途遙遠 整個不停的搖晃啊什麼 其實那個上面的那些 烤不雷啊 奶蓋啊 全部都打亂 然後混在一起了 對對對 還好我剛剛做的決定是對的 那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 很喜歡喝冰的 溫度的關係 然後加上 然後它裡面的那個布丁 真的很好吃 應該不能叫布丁 叫做布雷 對 真的很好吃 所以最後呢 我就變形變成 烤布雷派的 這個飲料 1月24號就會開始正式開賣 這一次的飲料呢 就是皇室兄弟crossover 再睡5分鐘 對啊 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就可以到台北火車站 南洋街24號去看看囉 再睡5分鐘 以上呢就是今天康尼的影片了 為大家介紹新的飲料 對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個讚喔 要訂閱我的頻道 小鈴包要開啟這樣直播 或送最新影片的時候呢 就能收到通知了 另外呢也要到我的臉書 羅康尼爆發加5啦 記得要追蹤這樣消息才不會露街喔 對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 然後呢 幹嘛 你幹嘛 Perry出現了 然後呢 他是有這個西蘭 我繼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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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